奥兰多迪士尼世界表示 7月11号将率先开放迪士尼神奇王国和动物王国两大主题乐园 至于未来世界与好莱坞影城也将于7月15号重新开放 而在之前由于佛罗里达州的新冠病毒确诊病例在重启经济之后激增 因此一些工人还特别签署请愿书要求迪士尼推迟重启 不过原方最后依旧决定按照原定计划开放 主要原因是迪士尼公司已经从上海和香港两地的主题公园重启中 提前获得了许多如何分阶段重新开放与保持安全社交距离的宝贵经验 且为了保障游客和工作人员的安全环境 迪士尼世界也决定采取严格的防疫措施 内容包括限制游客数量以及对于各个景点、餐饮、零售和园内交通 也分别采取防疫新规定 例如要求游客在进入迪士尼世界之前要先量体温戴上口罩 并且保持至少6英尺的安全社交距离 且在主题公园内还新增了许多洗手站方便游客随时消毒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避免病毒感染 公园内的传统活动、游行则会暂时取消 另外小朋友们也将暂时无法拥抱他们最喜欢的卡通人物 东西团队在洛杉矶的综合报道